也要不我们今天这期视频跟大家聊些啥 聊点不一样的 聊些偏门的吧 聊些偏门一点 很熟悉的去人尽皆知 不用我说大家都很熟了 现在是买不买得到的问题 就是钱的问题 说实话你只要有足够的钱 进去搏杀就行了 至于说没有钱的 转换思路 一定要转换思路 不转换思路就一头撞在墙上 转换思路 你们之前有去一些地方 就现在还没有被人尽皆知的地方 有去转一转是吧 也没有说偏到那种 真的很偏那种 什么三五十年之后 才可能会有一些 能够看到点苗头的 我估计去了一些比较远的 像东边像Victoria Point 或者北边Capture附近 南边其实之前有跟他聊过 相对来说大家南边已经有一点熟 但不是特别熟 选择几个地方转一转 然后跟大家今天就跟大家粗略讲一下 之后的话 如果有一些比较细的这种心得的话 可以跟大家还详细讨论 反正这个视频会一直做下去 大家不用着急 先来现在就讲什么 大趋势吧 为什么要跟大家去讲这些很偏的地方 一个就是之前跟大家讲的 就是现在竞争竞争很激烈 第二个就我想跟大家讲一下 比较就眼光要放长远 我不会跟大家聊什么三五十年之后的事情 这也没有什么意义 我跟大家聊聊就是说十年之后 十年到十五年吧 就这样一个中长期吧 其实说实话长也不会很长 大家想想自己读书的时候 一眨眼可能就已经去上班了 有时候从大学毕业一眨眼就好 孩子都老大了 这你想想看 都十几年的时间一眨眼就过去 人生真的很短暂 希望大家过得开心一点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间长度 正好是人蜕变的时候 人进行一次蜕变的时候 我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周期利用起来 在你人生进入下一个阶段的时候 能够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说实话 现在想想我年前的时候 真的还蛮遗憾的 措施了很多很好的机会的机遇 然后三十几岁的时候 跟大家去聊着房子 应该二几岁的时候 跟大家聊聊这个 就失去了十几年 二十几岁的时候在干嘛 二几岁的时候就一心小的工作 就感觉当个白领还不错 就天天上了班 就没有想特别远 后来发现其实 这种投资意识的觉醒 应该是要在最好的情况是二十几岁 有些学生真的 这没有到那年纪听不懂 但说实话 如果你真的 能够有这个意识的话 我觉得会非常不错 路会走非常不错 因为房子的东西是需要时间的 真的不像什么进去赌博 一把梭哈 然后回头要么就输的裤子都没了 要么就是直接就翻倍的那种 好言归正传 希望跟大家聊一下 就是因为我觉得 这些区域在短期内 我觉得你可能看不太出来 两三年之内你说有没有很大变化 我觉得不太可能不太会有 但是在中场期 五年十年甚至十年到十五年 我觉得会有一个非常大的改变 不跟大家聊 那是因为它有点有点偏 大家可能普通消费的可能看不懂 跟它聊的是希望 就是说哪怕现在看不懂 我希望能稍微有点感觉 就等到有一天 雅部跟我聊这东西的时候 虽然不是很懂 但是能够找到点那么的感觉 为什么我觉得这些区可能会好 你要去想 就是说现在 昆斯兰 去年我记得统计 一年好像好几年了 从疫情开始到现在 也不是很短时间了 可能1718或者19 这时候就开始就 你去看统计数据 每年周期移民的话 就差不多2万多 疫情最高峰的时候 3万多人跑进来 如果疫情结束之后 国门一开的话 有很多移民朋友 什么都要进来 然后加上那种人口的增长 每个小孩这边 华人我觉得生两个很常见 老外的话 有时候三四个四五个 我觉得也见怪不怪 人口的增长一定是 还是蛮高的 二点几 所以我随便算了一下 可能不准 就随便可能拍脑袋一想 我估计你觉得十年之后 人口会加多少 现在是多少 200多 16年 因为今年人口统计没出来 所以如果出来的话 可能会有更好的数据 我记得16年的时候 说是230 230还是240 应该是不理事班是吧 应该是不理事班 应该是不理事班 你觉得猜一个问题 我猜可能60万人吧 我觉得应该会到300万以上吧 300万以上 300万就是加60万人 我350万 350万加100万人 好吧 还得说加100万人 我觉得在300万到350 我觉得350万也不一定不行 这谁都说不清楚 因为就像现在 包括有奥运会吗 对 所以说就比较保守 比较保守的话 我觉得60万应该跑不了 100万能不能到 可能还是真能到 可能还是真能到 不好说 能到这些市场就变天了 大家去想一下 就是说假设说你想一下 我们不算时间 也不用把时间去平摊 就是你把布里斯班地图打开 然后你看一下 现在布里斯班的主城区 比较造房子 就很明显 就绿的就没有房子 就白的那种秘密麻麻都房子 你看一下那面积多大 然后看一下就是说 比方说230公里左右 或者甚至更远一点 三四十公里 那面积多大 你可以想想一下 就是说现在在这白的里面 已经放了240万人了 那未来假如说再来个100万人 就差不多是半个白的 半个白的 这些人该往哪里去 大家可以去自己去想象一下 到底是往东往西往北 哪些地方是可以住人的 大家如果仔细去干的地图的话 你就知道在布里斯班 其实有很多地方是山 那个地方其实开住宅的难度 有一点什么水 这种血泼什么都不太好 开住宅 那你去看几个主流的平原地区 可能是未来就是能够大量开出住宅的地方 然后你算一下 就是说外面那圈地去掉那些山留下来的那些平原地区有多大 说实话没有几个地方 该聊的呢 跟跟大家聊的就比较熟悉的地方 前几年已经弄完了 像北边North Lake这种 当然已经很熟了 已经搞了好几年了 然后南边的话呢像什么 那边还是有人住 有人住你真的愿意开车多开个可能一个小时吧 你从这比较闹市区你开过去去那边可以去那边稍微停留一下 你可以看到其实那边是有人住的 差不多像我刚才说的就是布里斯班南边的一个三角地带吧 这个是有大量的平原能开出很多住宅的地方 所以说未来啊 如果那个一百啊 海底说一百万人或者我说六十万人啊 没地方去的时候你就要想其中的一大部分可能就要落到这一类 嗯 在这个范围内能开出多少住宅啊 大家可以去想一下 我自己根据我自己在卖的经验来说 还有我跟开发商交流的经验来说 不一定准啊 不一定准 跟大家随便随便瞎瞎说啊 五十万坪吧 五十万坪的土地 好吧 五十万坪的土地 大家会觉得啊 五十万坪 大得不得了 我家里可能就住个一百坪 五十万坪的土地其实没有多大 没有多大 能够帮你消化个五千吧 嗯 是不是 对差不多 五六千人吧 就这个样子 你可以想想想一下 假如说你把这人口从五六千你放大到一百万的时候 那你再把这五十万坪同样面积 你再去把它一倍率放大 然后你看一下布里斯班有没有这些面积去放这些人 你会发现差不多啊 差不多这些人都得都得往那边去 都得往那边去 所以说呢 那边的话就抓住这三个点啊 基本上我觉得跑不了 我就跑不了 往西边走的话呢 我觉得就之前我就跟大家提到就Green Bank那边 Green Bank那边 我觉得是Springfield的延伸 西南 西南边Springfield的延伸 我为什么觉得Springfield应该不太会往西北边延伸 我之前跟他讲过 我跟他海底也去看过那边面 我觉得可能不太适合吧 可能不太适合 有可以去拍完之前的视频 差不多西南边就这样一个情况 东边的话呢 我跟东边的话其实和现在就大家比较熟悉像Clippeland啊什么 我觉得有异曲同工之妙 东边我之前有走过的什么Victoria Point那种地方 为什么我会知道那地方呢 就是我 我老婆有个同事 她爸妈就住那边 然后她每天就是开车 因为我老婆在Rochitale上班 她每天就从她的父母那边就开车开到Rochitale上班 半个小时不到应该 不知道应该差不多吧 是因为我看到网上有人说他们在City上班 住在Victoria Point嘛 她通勤是开车到巴里坪 然后从巴里坪做公交 就说那样比较快一点 OK 确实比较快 因为巴里坪有那个 就以后开Metro的地方 对他到巴里坪就可能15分钟就到市区了 啊啊巴里坪15分钟 然后他开到巴里坪多久 我估计应该在30分钟左右 OK 嗯啊 那所以说其实也没有很远 嗯 因为好像从那边到往这边的华人区的那个路挺好开的 嗯有什么Oder啊好像叫Capalaba Mangora Road 就没有那么几 啊对因为那边没有红绿灯了 那边就一路 嗯然后山里面呢有一些那种80公里的那种路 对 也也不是那种山沟沟里了 就是反正就开出来的那种路 反正还80公里还挺快的 说实话没有红绿灯 就其实也还行 嗯 大家觉得说April Victoria Point 感觉有点远 那其实 如果你真的从南区喜欢开车的话 其实你感觉还行 嗯啊 我去那边感觉呢 就是Victoria Point 大家不不熟悉的话 Cleveland大家其实很熟悉 我觉得那种生活方式 其实和 嗯 Cleveland有点像 有点像 就是Cleveland你会发现就包括Venham那边 Venham那边Cleveland还有什么Omiston啊什么的 就有点比较比较有那种小镇生活的感觉 海滨小镇 对小镇生活的感觉 那边的人呢他当然可以像你刚才说的就是 开车开到这边比较热闹的地方 然后坐个车去City啊 或者直接在南区找工作上班 或怎么样都OK 但里面有很多人他是在比较是在直接在local local上班 给我的感觉就是他其实并不一定依赖说我一定要往市中心 或者往往往那里去跑 他很多人就是直接在本地生活 对 Victoria Point相对来说Cleveland呢 呃一个是更加更加便宜 便宜一点 我看住最近确实还那种生活方式还挺舒服的 我有一次走进那个Victor Point的那个购物中心 我有一种走到那种hold pilot的感觉 就那种就还挺悠闲的 那摊子他铺的挺大的 呃 然后里面的人就那种闲停幸福的感觉 有点那种反正有点那种去了黄金海岸那种感觉 嗯 我看很多人说喜欢住在那边就很喜欢那边的一种人文氛围 嗯 就走在路上大家都比较友好 然后嗯密度相对比较低嘛 就你去买东西啊什么之类的 嗯 就很方便 小真生活的人就比较 对 然后小朋友在街上玩也都很安全啊 嗯 或者小孩子就是在家里前院玩就完全没有问题 嗯 嗯 可能人那种生活状态改变了可能就心情也会好一点 嗯 也不会容易吵架 确实追求一些生活方式 因为我看到有网上就是诱人就说嘛 说那边就是可能什么交通不行啊 或者说就是呃 比如说没有特别大的购物中心啊什么之类的 然后那边的人就会有人会喷就说 就是你住在这边本来就是不是为了方便才住的 对没有完美的东西 就这就是买房里面的一个误区 嗯 我又要什么小真生 我又要安静 然后我又要什么大购物中心交通方便 然后这个基建那个基建 当这些东西进来之后你的生活方式就不一样了 对 你要知道说自己到底喜欢什么东西 你不能把所有好的东西全部加上来 嗯 又便宜又近什么的又安静 不存在的好了 Victoria Point确实正如那个网友所说 它交通确实不是很 不是那么的方便 嗯 如果你去看Victoria Point的南边 它其实有点不太通 就是你要从南边 你要往南边走的话 它会有一条路把你拐出来 拐到M1上面来 嗯 就它从南边这边出来的话 我不知道拐出来以后是去到哪里 反正M1附近可能类似于像Shader Park 我也我也不是 所以我要看一下地图我才知道 反正总是把你拐到可能差不多Logan那里 嗯 然后你要从M1那边继续往往往南边走 你才能到那个沟扣 它不能沿着海岸线开 它有点像那种口袋形的地形 所以这就造成了Victoria Point 相对来说它整个社区比较 比较有点半封闭吧 半封闭安静一点 所以说有这个东西就是有利有弊 嗯 它你既然享受了它的安静 它你一定要享受它地理位置上的一个特殊性 嗯 好吧 我觉得Victoria Point的话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了解一下 看看位置在哪里 如果真的觉得还行的话 我觉得也是一个可以考虑的点 自助也好 或者投资也好 我觉得投资的自助其实并没有特别明确的界限 就是有一些房子它只能投资只能自助 并没有 只要是好房子 只要是人喜欢的地方 我觉得都有投资价值 嗯 那我们因为聊的比较多 其实视频就先把东边的讲完 对把东边讲完 看一下我等会中途休息的时候 我看一眼东边我有没有要补充的 然后如果没有的话呢 我就直接去讲北边了 好吧 讲北边了 然后讲完北边之后再给大家总结一下 看一下有没有中间有没有漏掉的东西 嗯 那我们这一期的视频分剩下两集好吧 我们上集就到这里 嗯 下一集 嗯 东区 补充 加北区 嗯 加州的一个小节 给大家 嗯 好 那我们上集就到这里 嗯 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最后请大家不要忘了关注我们的频道 因为我们的频道不仅有布里斯班房市的优质内容 还有布里斯班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相信你一定可以看到一个有血有肉的布里斯班哦 那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